国民党机动室党部特地邀请登记参选国民党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党内初选机动室部分的两位参选人 现任市议员何淑平以及林佩祥两个人 说明初选阶段 经过国民党机动室党部协调双方达成共识 将在5月11号、12号以及13号连续三天由两家民调公司进行全民调 5月15号正式对外公布结果 我们机动室党部已经跟两位参选的何议员跟林议员已经协调好了 我们议计在11、12、13用全民调的方式来做民调 请两家民调公司准备在5月15号公布 国民党机动室党部表示 党中央提供9家民调公司在由何淑平以及林佩祥选出两家 双方都同意的民调公司做全民调 各做至少1068份有效样本 不过民调细节部分包括要对比主要对手民进党三位参选党内初选 民调出现的现任市议员呢 还是要对比现任立委蔡世英呢 甚至于是对比前基隆市长现任内政部长林又昌作为标的 都将在找时间协调何淑平和林佩祥双方的意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